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再犯的话呢 这个账号则有可能被终止 那体育理事会呢 透露从2021年起超过200个账号 因为涉嫌使用机器人程序而被暂停 至少600个被转售的预定时段则被取消 是 类似于黄牛行为 在一些演唱会开始售票的时候呢 这是更加猖獗 尤其是最近国际当红歌手和乐团陆续在本地开唱 这是吸引许多人上线购票 那许多的黄牛票贩也来争抢 而且是趁机的抬高售价谋取暴力 那黄牛是如何利用机器人程序来牟利 那新加坡是否应该立法 或者是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限制这种行为呢 今天请来的是 首先是商务法律师林婷婷 以及南亚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教授安波教授 同时她也是南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的联席院长 欢迎两位 两位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好 首先问一下林律师 转售预定运动场所的时段 或者是演唱会的门票 可能会触犯哪些条规 那本地目前是否有针对这些行为的法律呢 这些转任行为主要受合约法限制 合约法如果指明买方不能在未经主办方同意之前 转售时段或门票 在没有得到主办方同意的情况下转售行为可被视为违约 例如在Active SG条款4.2.13就指明不能转让或转售时段 主办方可以有权利把预定的时段取消 演唱会主办方也有权利可以将这个转售门票作废 目前本地还没有针对这些转售行为设立相对的法律 那最近我们有看到一些案例就是说在这个转售的卖家手上 他其实呢根本就没有票 或者是他把一张票卖给了不同的买家 不知道林律师你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案例 那么在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买家如果要维护权益则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曾经碰过买方买了票 但是在进入演唱会时发现票已经被人使用了 导致他无法进场 也有碰过转了钱给卖方 但是最后没有收到票 卖方就联系不到了 票价相对于起诉费相对于少 采取法律诉讼往往得不偿失 所以绝大部分受害方也不会去追诉 更多的时候也因为买方 其实没有卖方的真实姓名 身份证已定 所以也无法对卖方进行起诉 那安教授我通过转售预定或者是门票来牟利的人 不少都会使用机器人程序来抢位 那请问这种机器人程序具体上是怎么样操作的呢 就是这些具体操作可能根据这个具体的程序 或者目标的网站有些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来讲可能大致都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要进行身份的验证 比如说目标网站需要用户登录和验证 机器人程序会根据之前比如存储的一些身份的凭证进行登录 然后第二步就是他会进行浏览和搜索 就是登录到目标网站之后 机器人可以根据比如之前设定的这些搜索条件 比如说要针对一场演唱会 以及之前设定的一些活动的时间价格的偏好 座位的偏好等等 让机器人程序进行自动的搜索 这种搜索过程跟人类浏览这些网页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目的就是要找到符合条件的这种票物信息 然后第三步就是进行预定和抢购 比如一旦找到这种符合条件的票物信息 机器人程序就会提交购票的请求 然后他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执行多个补责 比如说确认票物信息 签写身份信息 以及支付等等 这些过程对人来讲可能是相对比较慢的 但是机器人可以自动的很快的签写各种的表单 他会比人操作要快得多 甚至可以再秒级 比如完成这样的一些操作 这些程序实际目前而言是非常容易在网上获得 比如在一些技术社区或者开源平台 甚至黑市 都可以通一些开发者会分享 或者说售卖他们编写的机器人程序 当然我想说现在大家也很习惯说 在一些平台上具有这个一个设置验证 就是他可能给你一个图片 然后叫你在里头做出一些选择 来预防说这是一个机器人在操作的机制 但是在您看来第一这个有没有办法杜绝类似的问题 那第二如果说机器人可以避开这样子的审核机制的话 他所使用的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科技呢 教授 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验证码 比如基于文字图像视频的音频 甚至你要做一些算术题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并且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但不幸的是这些方法目前而言 很容易被一些先进的程序 AI的程序攻破 比如最近的这个谷歌的一份报道 应该不久之前就说 AI机器人在解释这些验证码的这些任务上面 能够达到99.8%的准确率 就是说一旦这些方法被 就先进的攻击这种验证码的方法 被应用到机器人程序上现有的验证码的安全性 就会大大降低 因为这里面验证码的设计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安全性 另外一个是口用性 就是它在设计验证码的时候 不能设计的过于复杂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就需要折中的地方 就目前而言 这些技术确实 AI最新的技术能够做得很好 就是攻破这些现有的这种基于验证码的 这样的一些技术 所以实际上目前这些验证码的 设计验证码的这些公司 或者这些技术也需要不断的升级技术 就针对目前AI的能力 不断的设计出更加安全的验证码 就这种验证码 以及攻击验证码的这样技术之间的博弈 会永远的进行下去 那这个转卖体育设施运动的时段 根据报道说一天能够赚几百块钱 那一张两百多块钱的演唱会门票 转售价格就可能高达上千元 那如果是通过机器人程序 成功抢到这个运动时段 或者是门票的话 背后的利润可以说是相当的可观 那我们知道美国是在2016年 就出台了线上售票法案 禁止人们使用抢票软件来买票并且转售 那台湾方面其实也在今年 修订了类似的法规 想请问一下林律师 在你看来新加坡有没有必要也在这一方面进行立法 限制机器人程序的使用 同时也禁止人们通过转售门票 或是使用权来进行牟利呢 我认为核心应该是在保护消费者和自由市场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立法也要考虑到实际的可执行性和执行成本 如果禁止人们转售门票 也要考虑到一些合理情况的转让 例如买方买了票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 例如生病 出国公干 家庭原因 无法出席 而需要转让门票 主办方也可以考虑 就是抽取费用 协助类似的转让手续 将诈骗行为将至最低 此外一些叫著名的转售电子平台 也可以尽一份力 确保类似交易不能在平台上公然进行 那安教授从技术方面来说 在执法上面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 可能第一个就是取证很困难 这个不仅是新加坡面能的问题 而是全球面临的问题 因为对于开发和售卖这些 比如机器人程序的人很难定位到他们 然后同样的对于这些 使用这些机器人程序来购买这些 票的人从样也很难定位他们 因为比如黄柳群体 他们可以用这个匿名的代理 或者VPN这些技术来隐藏自己的行踪和身份 所以这个真实的位置 真实的身份是很难确定的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这些 就像刚才讲的这些 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这些技术 这些很大的挑战 因为这种博弈会永远进行下去 需要很大的资源来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技术 那说到这个真实身份这个问题 当然也有人就提出说 那是不是可以用实名制的方式购票 好像在Active SG的会员 本来就需要自己的Sync Pass来进行验证 请问林律师你觉得说 有没有可能让演唱会的购票模式 也使用这样子一个类似的机制呢 其实在2019年 Ed Sheran的演唱会 就采取了实名认证的这个机制 在每张票 其实它就印上了买方的名字 其实在后来呢 也是被一些粉丝投诉 有些粉丝就 其实有合理的理由无法出席 却没有办法脱手手上的门票 也造成粉丝自己要承担金钱上的手支 所以实名机制呢 它也有它的弊端 此外也要考虑到朋友之间 或者生意和客户之间 赠送门票要怎么合理去规划 最后也要考虑到外国旅客 到新加坡出席演唱会 如果没有Sync Pass 旅客们是否需要使用护照去购买 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还有我们要考虑到 这个个人资料保护的考量 那安教授 在实行这个实名制的时候 可能会面对哪些技术方面的挑战 会不会存在一些争议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林律师讲的 会有外国人购票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一个假如用Sync Pass来验证的话 可能短时间会 Sync Pass网站或者对应的这些系统的访问量 可能会有巨大的访问量 可能会带来一些非常高的负载 另外一个正如林律师刚才讲的 这个就是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 就怎么样确认整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信息被合理的利用和保护 目前这就是政策上的问题 同时也是技术上的难点 就目前还是有面临很多挑战 是 现在目前看来 要平衡各种各样的考量 是相当不容易的 看来现在只能靠消费者做出名字的选择 是 今天在这里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 好 先进入广告 稍后议员也一样 带大家走进官委议员洪月侠的生活 活跃于商界和社区的他 在三个不同的机构担任辅导导师 指导年轻人达成想要的目标 是什么促使他不遗余力培养年轻领袖呢 的